接下來跟大家介紹 Motion在2010裡面 現成功能 函數產生器的一個方式 那像你可以發現像這個搬運機構 它是屬於類似一個網步型的一個機構的一個部分 那像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去寫一些數學關係式 數學函數的一個方式去做 那像這個的話 我要怎麼去做一些設定的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動力 我們這邊設定的一個動力來講的話 你在做一個編輯定義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去宣告 我今天是依據什麼的 比如說我把這個喇叭拉下來一點點 我這邊的一個動作 你可以用它本身已經寫好的一個方程式 或者是說我是利用一些資料點的一個部分 比如說我是利用一些運算式 運算式的一個部分 它的歪軸 你這邊可以控制的是包含像位移 速度 交錯度 這三種的一個方式 那本身的一些數學函數 這邊也可以去寫 比如說像Sine SineCos這些等等部分 那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是用Sine 那我的時間 好 去乘以我的36 所造成的一些影響的一個部分 像這邊本身就可以去做一個呈現效果 那我本身來講的話 我去看區間 比如說像0.5的一個部分 它的整個變化的一個情形 整個一個變化情形 那你這些關係式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些儲存檔的一個動作 像這邊你可以直接去做一個儲存 就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供給其他的一個函數去做一個運用的一個動作 那除了就是說你去學數學關係數之外 你也可以去學一些變數長數的一個方式 或者是說一些動作研究去做一個撰寫的動作 那這個是利用運算式的方式去做一個撰寫 那在區段的一個部分 你也可以控制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是控制速度位移或是加速度 那我的一個變數 我是用小度來控制 還是用時間去做一些控制的動作 那比如說像我們這邊來設定 比如說0秒到0.5秒 那我的初始的一個區間段 是等於0的一個部分 是沒有做一個變動 那我今天0.5秒到1秒之間 它會產生1090的位移變化量 1090的一個位移變化量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它就會這樣跑慢的 類似像Stable還出去做一個傳生 那1.5秒到2秒之間 它是保持 保持著 所以說我在這個地方我就去寫一下 它這邊是1090的一個部分 它是保持是不會去做一個變動的動作 所以說這就是像水平的一個部分 另外來講的話呢 我2秒到2.5秒 它會去做一個下降的一個動作 就是做一些下降的一個部分 這個是我控制的一個位移的一個曲線的一個方式 那我所對應到的一些速度值 或者是說加速度值 這邊都可以去做一個呈現的一個效果 那你可以觀察就是說 我只要觀察什麼 比如說我的位移跟我速度的一個變化的一個情形 這邊你也可以去做一個撞寫的一個動作 這個是在Motion 2011版裡面所新增的 好 我可以看到的一個 我可以拍攝到這個嗎 和打電話 我可以拍攝到這個 我沒有拍攝到這個 我可以拍攝到這個 但是我可以拍攝到這個 我可以拍攝到這個 想像大學 竹子 我可以拍攝到這個 我可以拍攝到這個 はい 怎麼 我可以拍攝到這個 才聽到那個 那個 在北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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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